我们来把卧笋的叶子摘下来 然后把卧笋皮刨去 再把它切成条 我们来拿一条豆豉里捏出来 把它切成小块 拿个碗粘起来 再舀两勺豆豉进来 接着来剁点蒜蓉 还有一点点黄椒粒 再加入一勺芝麻 两勺生抽 一点点蚝油 再来几滴芝麻油 最后来泼上热油 搅拌均匀就做好了 接下来煮一锅开水 把窩笋放进来焯熟 加一点点盐 注意不要焯太久 大概放下去焯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捞出来 把水分递干就可以装盘 把刚刚调好的豆豉鲫鱼酱铺上来 今天这道豆豉鲫鱼凉拌窩笋 做法简单 特别好吃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好油味道 很油味道 很油味道 阿嬷阿嬷要加 阿嬷要加 阿嬷重重盖子要加吗 好吃 好吃 很香吧 嗯 你不要把盖子盖上 切碎 盖子盖子 切碎 盖子盖子 盖子 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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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